NEO 了世紀天氣榮個星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羅馬人對上斯拉夫人 這場比賽是軍法三次比賽 這張地圖稍微解釋一下 這張地圖是有非常多的石子路 石子路的地方是不能蓋任何建築物的 所以你想要這張地圖圍死的話是絕對不可能的 所以你只能大微圍一下 這樣子圍過來 然後有個開口讓對方一定可以經過 所以可以把這些城堡蓋在石子路旁邊 或是高地點都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這張地圖的黃金數量也算是 稍微比阿拉伯多一點點 但也沒多太多 基本上可以跟阿拉伯算同樣的黃金數量 這張地圖是稍微多了一點點 如果你是法蘭克人或葡萄牙 可能會稍微有點用處 後方的石頭都是小塊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蓋寶去挖的話 還是要去挖非常多的資源點 這有可能就會被對手給利用到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文明選擇 接下來看到哈特 這邊是選擇人羅馬倫 羅馬倫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建造、採集 還有修理都5%的加速 但是這個前期的採集資源速度 並不是很明顯 要到帝王世代中後期 可能這個經濟加成才會明顯增長 羅馬倫他的打法比較屬於步兵路線 還有騎兵、奴炮 基本上他只有這三個東西能打 或者打騎士就是打百夫掌 不然就軍團兵就或者是奴炮 他的步兵鎧甲每點一次 就是雙倍效果 一防就是兩防 二防就是四防 所以這個防護率提升速度很快 也有城堡時代直接打長劍兵 或是封禁時代裝甲步兵 加上小弓或是打個裝甲塔 都是有打過的策略 還有這個劍兵、奴炮流 但不管怎麼說 這些打法都算是比較 沒有像正規比賽裡面那麼常見的打法 正規比賽裡面比較常見的 還是打百夫掌或是軍團兵 作為主力的 後期奴炮可能只會出個幾台 也不會當成主力來使用 最主要是因為他奴炮雖然便宜 也可以獲得彈道血 但是他遇到火炮、投射車 或是大量騎兵的時候 都還是很容易被解掉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斯拉夫這個文明 斯拉夫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步兵單位有王家四叢 王家四叢這個科技 可以讓自己的步兵單位 獲得真實傷害的擴散傷害效果 所以我個人認為 最強的步兵單位應該是斯拉夫人 畢竟他這個王家四叢 連對條盾的步兵 都可以變成切菜效果 而且本身斯拉夫人的步兵 也是比較好生產出來的 因為他農田的運作效率非常快 以前是10% 但是又改回原本15%的農田效率了 所以他現在農田效率獲得肉 比以前還在墮過5% 所以打步兵、騎兵流、貴族鐵器 都是不錯的一個流程 看一下兩邊 右邊兩邊在互打 看一下哈特這邊血量是掉的比較慢的 所以斯拉夫人這裡可能要小心 會被換到最後一刀 這裡要可能找個刀地回頭打 會更好 不然就是拉回TC裡防守一下 那斯拉夫人的後期呢 工程器因為造價很便宜的關係 所以也可以打這個重頭 配奴炮 還有這個大衝車 作為主力工程的東西 那整體來說 斯拉夫人打法還是比較偏向 騎兵跟步兵路線 攻兵路線、城堡時代能打 到地龍時代可能還是要轉工程器 會比較適合 所以兩邊的文明性質是非常相似的 而且兩邊的距離也是離得很近 可能比較適合打步兵吧 便宜又大腕 只要離對方家裡更近 轉出一些工程器或是步兵 對對方更大的壓力 會比較好一點 那當然騎兵也是可以的 但是騎兵的話 就是成型會稍微慢了一點 這邊兩邊斯拉夫人跟羅馬 都是選擇了一個洛馬開 洛馬開的話 已經變成封建時代的標配打法了 反而是裝甲步兵棒棒流 是越來越少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兩邊的選項會怎麼做處理 上方的兩頭水牛 已經走得很遠很遠了 這邊補了一隻槍兵 兩邊都一個好習慣 以上封建時代 就按槍兵跟肉馬 當然遇到對方的槍兵 也可以稍微反錯一下 遇到肉馬也可以即時反擊 這算是 不管是打阿拉伯 或是打這種特殊比賽地圖的時候 都要去稍微注意的一個細節 那如果對方直接下射箭場的話 槍兵就不能按太多 那現在HART這邊按到四隻槍兵了 這個就是有點太多的數字了 基本按個兩三隻 基本上就可以綁住很多肉馬的進攻方向 這裏水牛 會被找回去嗎 大半個地圖 多馬稍微去追一下 槍兵不離直接走出來 後方的村民要被抓掉了一隻 首殺是由肥龍Bibi拿下來一村的優勢 這邊又收掉了一隻槍兵 肥龍點下了織布技術 好兵工廠補下 HART這裡要打算先去點工坊嗎 但現在這邊點工坊的話會拖到城堡時代 應該不太會去點 王力時代用槍兵還是很好可以守得住對方的弱馬燒了 好 斯拉夫人這邊弱馬開始補了一些數量起來 因為開始往外挖金 一定要有足夠多的槍兵才能守得住礦點 好 HART這邊補了一個步兵鎧甲 提升一下步兵的防護力 想要正面突破這些槍兵 想要阻止斯拉夫這邊挖金礦 OK 點了一防之後 雙防二 現在對方的槍兵 戳自己的槍兵 怎麼戳都是一滴血 斯拉夫人這邊槍兵很尷尬 怎麼辦 村民打槍兵也是一滴 槍兵打槍兵是兩個滴 現在優勢非常巨大 直接收掉了一村 肥龍這一波挖金礦 村民有點扎臉 但是還是有點下城堡時代 這邊槍兵數量可以繼續往回頭 繼續打 現在槍兵一打起來 絕對是羅馬人大獲全勝 二防槍兵 在封軍時代 只能在羅馬看到 好兩邊對錯 直接看到藍色的血掉很快 紅色的血量 基本上都是一滴一滴在扣啊 羅馬的槍兵 封建壓制流 太狠了 這隻羅馬想要過來騷擾 結果被一隻槍兵給戳了回去 二防槍兵 連羅馬都有點打不太動 怎麼打都是三滴血 四十五滴血 總共要砍個十五刀啊 要砍十五刀才能砍死一隻長槍兵 就知道羅馬人這個典翼防 撲兵鎧甲 在封建時代多麼的關鍵 但是也是犧牲了這個升級時間 為了點這個液防 這個時間上稍微慢了一些 好 但是現在可以很有效的壓制住 斯拉夫人這邊挖金礦的村民數量 那這邊村民數還是補的蠻多的 大概有五隻村民 誒羅馬怎麼往前偷砍 結果偷砍直接回頭被反戳掉兩批嘛 這樣就不太好了 好 這邊讓羅馬繼續打這個採控地 給斯拉夫人這邊更大壓力 這邊拉個兩村過來修理一下 城堡時代 一號趕快點一下騎士 欣起兵先升級 還有重裝長槍兵 反而不是騎士 這邊騎士出來可能也打不太頂槍兵 羅馬人直接上了重裝長槍兵 這邊補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有一個槍兵壓制流 好 斯拉夫人也點下了重裝長槍兵 兩邊都是槍兵對撞 但是依舊還是有二防優勢的重裝長槍兵 羅馬人取得非常大的優勢 現在槍兵這邊4攻加1 5點傷害 打槍兵只有3點 但是這邊槍兵的話也是5點傷害 打對方還是5點 所以打對方重裝長槍兵只需要死一下 就可以戳死一隻了 哈德這邊要轉一些工程器嗎 現在羅馬 這裡可以前置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出投石車的奴炮 這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那如果要以進攻為重點的話 還是要轉一下自己的投石車會比較好 奴炮來說 在前期的進攻建築物來說 並不是這麼好用 這邊槍兵數量越來越多 羅馬有可能會被戳到 換回拉 如果有奴炮的話 這一坨 槍兵也可以很好解決 現在斯拉夫人生旅科技也是蠻全面的 其實沒有一端寫說 基本上是全滿的 而且移動速度是生旅文明裡面 最快的移動速度的文明 所以斯拉夫人生旅戰也是蠻厲害的 就要看斯拉夫人有沒有打算 待會遇到奴炮 或是投石車要轉這個救贖思想 那目前來說 羅馬人並沒有打算要做一個潛壓策略 而是要回去開農3TC 雖然給你極大壓力 也阻止你挖金晃速度 讓你黃金非常稀少 但是現在你轉一個垃圾兵 我也不太好騷擾 結果還是抓到了一村 43村打39 開始優勢慢慢打出來 但是斯拉夫人利用自己的 種田優勢 非常大量肉類 直接轉出了大量步兵對戳 現在羅馬的步兵有點 寡不敵重 後面清奇兵過來 沒有升級清奇兵 結果最後哈特把自己的清奇兵給取消掉 當然是水龍升級的清奇兵 槍兵兩兵對戳 看起來斯拉夫人還是有點劣勢阿 雖然數量上輸給了羅馬人的槍兵數量 但是人家有這個軍備上的優勢阿 人家的鎧甲比你家的鎧甲還好 你的槍兵只串了一個薄薄的布阿 但他是真的有撐鎧甲在身上的 好 好 搭了幾隻羅馬 開始往前 羅馬人這裡是繼續轉出槍兵 後面轉出了大量農田 槍兵對戳 斯拉夫也轉出了3TC 這邊繼續對戳 又要再戳11隻槍兵了 這個槍兵無雙戳了好多隻阿 好 好 但斯拉夫人覺得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轉出了裝甲步兵 居然不是騎士 而是走裝甲步兵路線 畢竟對手的槍兵已經鬆起為重裝長槍兵了 這期要趕快補下 裝甲步兵 待會再升到長劍兵 反擊這些槍兵就很好用 好 最後這邊置低長槍兵 是因為後方的森旅招降 不想讓自己的槍兵叛變 好 羅馬人補下了新騎兵 稍微還是想要反擊一下斯拉夫的森旅優勢 那目前看到羅馬人的經濟狀況 其實還蠻不錯的 56升對55 但資源上來說並沒有領先太多 斯拉夫人的種田之力 經濟還是讓他來到非常好的一個狀況 好 這裡可以看到資源的部分 目前羅馬人還是暫時領先一些 背景前期的臭民術稍微有領先 而且越到後期 臭民術越多的情況下 羅馬人的資源採集效率就越好 會更有感覺 這個經濟加成的部分 後方的槍兵 數量也沒有到很多 現在兩邊都在回農中台 都要去防守一下對方的生女去撿生物 但是聖物真奪戰 現在斯拉夫人一個聖物都還沒有撿到 哈特這邊的防守做得還不錯 防守生物的部分 細節還是做得很好 看到生女上前 這裡不能打 趕快走掉 OK 細節做得很好 後面這隻生女好像沒有看到 觸過了 觸過就沒有辦法了 好 可以放進去 現在生物上 現在只有一顆 那現在羅馬這裡則是有兩顆了 兩顆生物打一顆生物 好 斯拉夫這邊是要走步騎作戰了 長劍兵走跟蹤技術 這個是什麼樣的打法呢 那這邊可以看到斯拉夫這邊的細節 只有五個人採金 其他全部種田跟伐木 這樣子的話 自己的經濟就會全部圍到 史屋身上 黃金只有少量 走肉馬配長槍兵的全面壓制的策略 那羅馬人這邊是走全面路線 挖金挖死全部都要 這裡還挖了石頭 準備帶回來蓋城堡 千奇兵上去往前 戳掉了兩隻生女 但是槍兵也是順利防守住了 最後還有一隻生女在後面 可以撿個生物 好 清奇兵往後拉 稍微反擊一下 等槍兵過來要戳掉全部的清奇兵 最後收掉殘血的洛馬 羅馬人這邊也是鬼轉裝甲步兵 看到常見兵了 你轉常見兵 我也轉常見兵 但是你的步兵鎧甲只有二防 我有四防 那到底誰的鎧甲更厲害呢 但是斯拉夫人擁有自己的農田效率的優勢 種田之力啊 41片田啊 火兵數量越來越多 接下來要撲飛技術 但是肥龍這邊的木頭 依舊有點炸裂 這麼炸裂的情況下其實不太好 木頭這邊應該要趕快轉出更多的肉 或是轉出更多的黃金 去生石帶或是挖石頭 插這個羅斯堡壘 生差這個羅馬人 可能會比較好 這裡也補下了更多軍銀 兩邊軍開始依序補下更多的數量 好 招翔 左邊沒有為死喔 還是有洞 這個洞讓肥龍很開心 可以繼續鑽 哇 又鑽過去很麻煩 簡單用長劍兵 防守這些洛馬 效果很不錯 但是還是被抓掉了幾隻村民 算明書來說 羅馬人還是暫時領先 91村 對上86村 但是這邊肥龍也要來開搞事情了 但是羅馬人 哈特反應非常迅速 及時收村 這裡再看一下 好 槍兵要往前 但是長劍兵數量很多 不能先全部往前 槍兵往後 拉了三隻去防守 但是槍兵突然又回頭了一下 勝率直接倒了兩隻 神奇兵也是全部倒下 現在羅馬人有雙防的關係 防律率是4點防御力 但是長劍兵數量不夠多 大部分都是動裝長槍兵 這一波正面應該是打不贏沙夫人 沙夫人 沙夫人的長劍兵的傷害是很高的 10點傷害 長槍兵則是只有 4加1 5點傷害 但是近戰防御4點 所以長劍兵砍一刀是6點傷害 羅馬人這邊想要前壓寶 但是軍力有點打不太贏 這個軍力 有機會成型起來嗎 後方的勝率在後面 找個機會 招向下騎士 騎士沒有在 沒有在找 這個斯拉夫的僧侶好像尷尬 正面的長劍兵直接突破了斯拉夫的防線 斯拉夫的防線直接潰不成軍 羅馬人後續補下了更多長劍兵過來 遠防5點的長劍兵 你砍我一刀5滴血 那我砍你一刀 而不是5滴血 而是8滴阿 差了3滴血的差距 好 兩邊臭名書 10坪101 對應禮 那現在肉類部分兩邊都是41片農田 肥龍這邊資源有點失調 木頭爆到快要3000 這是一個很不尋常的數字 羅馬這邊是燒尾 尬了一根堡之後 開始原地伐木 好待會再等一下黃金 看要不要直接再買個500石頭再往前壓 只要能把城堡蓋在這個中心點 那肥龍就只能打GG了 當然如果要實行這個計畫的話 需要更多的長劍兵喔 劍兵雖然要再更多一點才有機會 那現在這個時間點誰上帝王誰暴斃 所以斯拉夫人這裡也不可能趕快傳資源點帝王 這裡最好是趕快轉攻城7製造所 轉個奴炮或投石車 都是一個很好擋大量步兵的方法 好 那還好飛龍這裡沒有選擇上帝王 繼續出長劍兵 但是軍備 軍備的關係 裝備不如魚人啊 自己用這個薄弱的裝備 去打羅馬的精良的部隊 裝甲的數值就完全不同啊 5點 這裡還是 1加1 2點 3點 總共是5 5點 看起來 兩邊都是一個 常見兵大戰 奴炮 奴炮後面轉出來 但是這前排的常見兵送掉 後排奴炮就會危險了 完蛋了 肥龍這一波不應該送掉了 奴炮出來應該要協同作戰會比較好 正面被擊潰 羅馬直接大獲全勝 兩邊點下帝王時代 好 雖然沙夫人點下帝王 但是正面軍隊已經全倒 奴炮在後排也沒有做到太多事情 只能打出了GG 羅馬人這邊正面擊潰 使用這個雙防防禦 直接正面擊破 非常強大 這個常見兵強到大什麼程度呢 這個承認中心怎麼射也是一滴血 所以就算不太怎麼控 直接撞到TC 控住人家承認中心 直接手撕也沒問題 防御率是非常厚實的 這邊還轉出了一隻百夫掌 增加一下步兵的移動速度跟攻擊速度 這個百夫掌還可以提升民兵系的能力 這算是羅馬人的一個很強的buff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有羅馬人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這個黃金上的勝利 石頭花是1200 那木材的部分是由史拉夫這邊贏的 但是他這邊不需要這麼多木頭 所以這把我覺得蠻關鍵的地方是 肥龍沒有把自己的木頭發揮得到很好 沒有斬出大量投石石或者弩砲 或是把這些木頭轉換出更多農田 給哈特更大的壓力 那這也是因為哈特這邊一直有在打多線 青起兵一直在後面騷擾 所以他這邊看農田速度可能會有點顧慮 或是有點慢 沒有辦法很順利的開出來 那史拉夫這邊還有個問題是 石頭也是太慢挖了一點 如果早點挖石頭的話 這面如果黃金沒有被控住 可能還可以再打一陣子 也說不定 好了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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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